这一期我们来对比一下 星耀章仪和三亚免税层的维护成本 上一期我们说了 星耀章仪在建造能力的要求上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要建造出整个如同自然森林的环境 这个镂空的瀑布 还有就是24小时不间断流水流的全玻璃瀑布 上一期我们也说了 星耀章仪确实是需要更大的成本 才能把这个项目实现 有时候在一个项目上花的钱 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多 例如说你花了1000块钱买了一件衬衫 那你现在洗这件1000块钱的衬衫的时候 你会和其他你只花了20-30块钱的衣服一起洗吗 更重要的是 你会不会觉得应该买一个更好更贵的洗衣液 来洗这件衬衫呢 你可能甚至会雇用一个专业人士帮你来洗这件衬衫 类似一家专业的洗衣店 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常常说 如果你舍得花大笔钱来买欧洲品牌的车子 但是纠结于汽车用的油太多太贵 甚至纠结于类似这种小钱 这个逻辑就有点不大对 所以新耀章一也是一样的 花了这么多钱来建造这个类似原始生命的环境 如果没有聘用一个持续维护的团队帮助这些树木修减 浇水那之前花的那些大钱不就浪费了吗 还有这个镂空的瀑布和地底下的这个玻璃瀑布 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是用机器把它灌到楼顶 水才能流下来的 这个玻璃瀑布是24小时都有水在流的 你以为张仪机场是一个山脚下的位置附近有一条河 来供应这个流动水吗 不是的 是有强大的非常耗电的机器 持续把水灌到上面 水才能流下来 这些你看得到的 持续存在的美感背后都是钱跌出来的 但是反观 三亚免税层就没有这个烦恼 在某一个程度上 三亚免税层的这两个原状型的玻璃结构 还利用了三亚 常年都是艳阳高照的天气 来照亮了室内的亮度 虽然新耀章鱼有很大一部分 也是利用了新加坡常年艳阳高照的天气 让自然光照进室内 但是这些阳光 大多都用在了让这些树木可以健康成长上 新耀章鱼里面的商铺店家 大多数都还是需要用电把室内照亮 三亚免税层当然也是需要用电把室内照亮 但是相对来说三亚免税层在这方面的店肯定是比新耀章鱼用的少 更别说三亚免税层不需要一个持续制造人工瀑布的给水排水系统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三亚免税层的用电量看成是一个普通的购物商场的用电量 而新耀章鱼除了普通商场的用电量之外 还有人工的瀑布和给水的用电量 对维护成本来说三亚免税层是明显的赢家 如果我们现在比的是新耀章鱼是否超越了三亚免税层维护的成本 那它肯定是超越了援助 但是我想这不是什么需要高兴的地方 尤其是在这个处处都讲环保节能 节能减碳的年代 因为如果以绿色建筑的概念来说 三亚免税层更省电更不浪费能源 新耀章鱼虽然视觉上是非常绿的 但是它用电的量对于这个建筑来说 肯定不能列为绿能建筑 所以维护成本来说 肯定是三亚免税层更胜一筹 下一次见